我這邊就直接無暇了 怎麼樣就是買不到迷你的南瓜盤 可以可以可以 這一個也可以 最近台灣真的非常非常厚 哈囉我是阿麗絲 今天呢是要跟大家一起 get ready with me 然後開箱我最近買的 歐美彩妝 那影片開始提醒大家 如果還想看到更多的新品美妝 開箱 直播 旅遊 穿搭 還有更多生活動態的話 記得去追蹤我的Instagram喔 那今天分享的所有東西呢 我都是在一個叫做 Look Fantastic的網站上面買的 那這些歐美產品你就會想說 那那個網站會不會很可怕的 都是英文我會看不懂 放心 因為我英文也很差 這個網站基本上都是用中文的介面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真的是 非常淺顯易懂 只有部分一些產品會用英文標示 可是圖片啊 它也標示的很清楚 那你就可以點到他們的網站頁面 你就可以看到說 選項非常的多 不止我分享的彩妝品 連一些保養啊 居家香氛啊 身體的東西通通都有 選擇上面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那如果你會覺得說 喔東西很多我該怎麼辦 你可以利用直接搜尋的這個功能 去找到你要的品牌 然後呢 你就把這些東西全部加入購物車之後呢 它就會整包寄過來 重點是你買到多少錢之後 它就會直接給你一個免運 基本上我在買的時候看到網站是滿3300就免運 我覺得這個門檻算是滿低 如果你是要買一些歐美產品 量又比較多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金額算是滿OK的 送來呢 欸 比我想像中快很多欸 因為我以為這種國際包裹會送很久 沒有想到 一下就送來了 因為它是國際包裹 所以在填寫的時候 地址要填寫英文的 大家就可以去翻譯一下自己家裡的 或者是要收貨的地方的地址 整體在購物的感受度上面是非常輕鬆 而且快速的 你就這樣兜兜兜 全部丟到購物車 然後結帳 就好了 真的是很方便 重點是我這次買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在上面的價格 真的都有比較優惠欸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網站購物呢 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點開資訊欄 裡面都會有我分享的 今天所有的彩妝品啊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都有附上連結 以及折扣碼可以提供給大家喔 那接下來呢 就用我這一次 在Look Fantastic買的東西呢 來上妝吧 首先第一樣當然先從粉底開始 我要用的就是這一個 直升堂超進化持久粉底液 那我這個色號的話是220 那這款粉底呢 其實我想要很久了 被Pinky啊被Bricks啊燒到 可是一直遲遲沒有入手 那這次剛好在這個網站上面就有看到 而且 價格 還比較便宜 比專櫃便宜 好你看看一下它的包裝喔 上面是做了這樣子的塑膠殼 下面是這樣玻璃瓶 然後它是這樣子 轉開之後才可以按壓 所以這樣子的設計在出國 或者是旅遊的時候攜帶 就會很安全 不會隨便的粉底液就跑出來 所以這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我按壓一整下的話是這個樣子 然後看看它是有一點流動感的 好 我們先來上我的左半邊臉 我最近的膚況沒有到很好 因為我現在就是快要順利期了 泛紅啊痘痘啊一堆給大家看一下 痘痘啊什麼之類的 好 我們就直接這樣來上妝 這罐粉底液我有先開過來用了 不會是第一印象 因為我覺得粉底液這個東西 我還是想要有一點心得跟大家講 再用美妝蛋把它拍開 這是我的使用習慣啦 哇哦 它瞬間直接從一個瑕疵的肌膚 然後轉變成霧光感 無瑕疾的感覺 超級漂亮 這罐粉底我用的超滿意欸 而且我剛好選的色號真的很適合我 你看 哦 而且你看我這邊剛剛不是有一些瑕疵嗎 它都可以蓋到七八層欸 欸 這個粉底真的很可以 然後你們看這是我原本的肌膚 痘痘痘印泛紅什麼的 我這邊就直接無瑕了 我現在直接來上另外半邊臉 大家看一下就是遮瑕這些痘痘啊毛孔啊等等的問題 那它的用量其實我覺得我會使用到一下到一下半 因為我現在是分半臉半臉上嘛 我覺得用的粉底會比較多一點點 但這個粉底的延展性算是蠻好的 其實你不用很多就可以快速的拍完整個臉 大家有沒有看到現在就是痘痘喔 很明顯齁 是不是 痘印就消失了 然後這邊比較明顯的痘痘還是會有一點點 但是沒有到很明顯 那這一罐呢 我也有在instagram上完整的那個跳舞爆汗實測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的instagram的精選動態 有個爆汗實測的那個精選動態 可以去看看 這個無瑕姬的感覺 而且我超喜歡它粉底呈現出來的這種 霧光質感的效果 毛孔遮蓋力 我也是覺得還不錯喔 你們看 就是它的毛孔不會到完全硬性 會有微微的 但至少只剩下一兩層的毛孔的感覺 那我手上還剩下一點粉底啊 你就可以針對像是黑眼圈這種地方 遮瑕一下 或者是有些重點瑕疵 再多疊個一層 我覺得基本上它只要上一層就可以有達到我想要的遮瑕力了 所以它遮瑕力真的很好 再來呢 我自己是混乾肌 我當初其實也蠻怕我用到這個會乾 結果沒有想到我用美妝蛋上妝 上臉完全沒有那種偏乾 或者是有種緊緊的感覺 完全沒有 就是一個很舒服的狀態 而且粉底的質感我真的是太喜歡了 控油力也蠻不錯的 抗旱力也很棒 真的很美欸 有沒有人也有買這罐粉底 那我這次沒有買什麼蜜粉或眉毛的產品 所以我剛才幾天去把我的眉毛補好了 那接著我們要進入到眼妝的部分 我要用的是這一個 ZOEVA的一個組合 那這個迷你組呢 超級無敵可愛 我當初在官網上面看到這一個 我就立刻毫不猶豫直接要下手 你看 打開裡面有三盤 這個是ZOEVA那個很有名的焦糖南瓜盤 然後這個是什麼辣椒盤還是什麼的 然後這就是可可盤 那這些呢都是迷你組的 可是大家有沒有覺得 欸這個很熟悉 想說嗯 愛麗絲你以前不是分享過的嗎 沒錯 這兩盤是我自己分別去找代購買的 然後呢 為什麼我要特別買這一盤呢 就是因為當初怎麼樣就是 買不到迷你的南瓜盤 缺後缺的不得了 等我想要買的時候 那個感覺又已經過了 可是這一次剛好看到這個組合 我就覺得說 可以擁有我很想要的這個南瓜盤 然後另外多的這兩個 我還可以送給大家 是不是很棒 如果想獲得這兩盤的人呢 記得訂閱 Hey I'm Alice的頻道 然後按讚這支影片 以及分享這支影片 到你的社群平台 以及底下留言 就有機會獲得這個眼影盤 因為這眼影盤真的是很好用 它打開啊 六個顏色 然後都是很實用的配色 我覺得粉質也真的很不錯 就是Soviva的產品 我自己買過用過嘛 所以用起來是很熟悉 而且安心放心 再來它又是做只有六個顏色 它等於是集結了 它們這個大盤的經典色 然後做成這樣子的迷你盤 那我現在來試色一下給大家看 因為只有六個顏色 我覺得可以直接試色 好漂亮哦 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畫上眼了 首先我直接先用這一個 比較米膚色的顏色 刷在整個眼皮上 接下來我要用這一個顏色 比較焦糖棕色 來做一個漸層的暈染 先從眼尾這邊點上去 按上去把顏色按上去 因為它很顯色 你不要一次就直接勾勾勾上去囉 你就先把顏色按上去之後 再往上暈開 它真的非常顯色 大家在用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控制用量 那我順便帶到一點眼下 其實這樣子單一個顏色的漸層 就已經做出來了 接下來我想用這一個 南瓜色來畫眼線色 用比較細的刷子 刷過這樣子的眼線色 這南瓜色也太美了吧 它還是可以跟上面的顏色 做一個區隔的 有沒有看到 欸很明顯耶 顯色有沒有 然後我想要眼妝稍微再跳一點 我想要用的是這一個 中間的金色做打亮色 所以今天呢 主要的眼窩色啊 都是用霧面的完成 那大家也可以用這種 比較珠光的來做替換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珠光的話 好 就用這一個顏色 Oh God 這個顏色也太亮了吧 再用刷子把它暈開 然後跟後面的這些 顏色做一個融合 喔 就有一種 夕陽的感覺 然後我再回頭再補一點點 剛剛的橘色 棕色 然後這個金色呢 我會稍微帶到眼頭跟 眼下這邊 這一個很夏天的 夕陽感的眼妝就完成了 那我剛剛已經先去把眼線補起來 那今天用的眼影盤 就是這一個 ZOEVA的南瓜迷你盤完成的 那另外兩盤的試色 大家可以去我instagram上面 比較舊一點的貼文去找一下 或者是點一個hashtag叫做愛麗絲來試色 應該都會找到他們的試色文 接著呢我們要進入到 修容的部分啦 我要用的是這一個 它是Natasha Dinona的 迷你Bronzer & Grow 真的是好可愛唷 小小一個 我當時收到的時候就覺得 哇 好漂亮唷 這個包裝 迷你的Bronzer & Grow 有沒有看到 好美唷 那我們就來試色給大家看 這粉很細耶 很漂亮耶 很自然很自然 而且這個打亮真的也太漂亮了吧 那首先我們先來造衫 我們先來畫鼻影 很自然 這個陰影怎麼這麼自然啊 我稍微把那個ISO再調低一點 這樣子應該有更明顯吧 這個陰影 很自然 很好看耶 不用用很多 它就很顯色了 超級自然 它的修容是很自然的那一種耶 真的不要小看說 這個顏色以為它會很深 比較肉桂色的感覺對不對 但沒有想到它顏色 真的是自然到一個不得了耶 接著呢 我直接用 打亮的部分 喔 打亮也是比較低調的耶 對 比較低調的打亮耶 它都比我看到的 那個亮度啊 深度啊 都在降低耶 但是很自然 很可以 這個大家買起來好不好 迷你的 迷你的可以 迷你的買起來 然後接下來呢 我現在上完修容之後 我想要來上腮紅嘛 我要用的是這一個 這個牌子我不太會唸 但是近期看到很多 波洛克都有收到 他們的公關品 我當初看到這牌子的時候 我想說 大家都是用保養品 我想說我對彩妝比較有興趣 我就買了一個這個腮紅 這尺寸有多大 這算我用一輩子嗎 我當初看圖片的時候 我以為就是小小的 可能跟這個差不多大 真的是我用一輩子都沒有問題耶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三色的 減層從淺到深 其實這一個是可以當作 古銅的修容使用的沒有問題 然後中間就比較偏粉色的腮紅 然後這個也可以當打亮 所以我等一下會主要使用在 這兩個顏色上面 它的包裝超級漂亮的喔 我很喜歡這種 很極簡 然後它是做綠色 因為綠色好像是他們家的代表色吧 這裡還有印文字耶 然後這樣蓋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完美融合 我現在來簡單試一下 三個顏色給大家看 顏色也蠻自然的 好 我就直接先來沾中間的顏色 那因為它的顏色都是帶有珠光的 我就真的蠻喜歡的 比我想像中的淡耶 刷起來 有一個很漂亮的粉色 而且臉直接這樣膨起來 你看這邊直接膨起來 這邊都沒有 我再沾一點這個深的顏色好了 加強在後面 喔有有有有有 所以大家其實腮紅是這兩個顏色可以混用的 上的位置稍微注意一下 可以可以 而且我甚至覺得 有用這個就不太需要打亮了耶 但我還是來用一點那個 打亮踹踹好了 喔喔喔喔 打亮很亮 你看這個低調 然後這是高光 它的這個很高光 它的打亮很高光 可以可以可以 這一個也可以 最後最後當然少不了 唇彩這個東西 我買的是這一個 資深堂他們的 機密親吻唇膏 色號是210跟222 這唇膏質感太好了 太漂亮了吧 這個是210 是一個比較粉嫩色的顏色 喔超滑順 超滑順 很可愛耶 這個也可以 喔 這也漂亮 我等一下會先用210上底 然後再用222疊中間做一個 漸層咬唇 欸它唇膏的質地超級滑順好塗的 因為我剛剛嘴唇很乾 可是它還是可以直接這樣撸過去 顏色也很顯色 只不過這個擦起來 就是很粉嫩啊 比較玫瑰色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擦在我的嘴巴上啊 就是它再偏更粉 然後帶一點微微螢光的感覺 210這個顏色如果你是深皮膚的話 你要考慮一下 如果你深皮膚擦的話 螢光感會再更明顯一點點 那接下來我就是要用222這個顏色 再疊加在嘴唇中間做一個漸層咬唇 我覺得這個唇彩我喜歡 這兩個顏色真的都很不錯 然後做這樣子的漸層咬唇啊 效果很好 而且我不得不說這個唇彩 因為它做的比較細比較精巧 在我描繪啊唇啊邊邊啊什麼的 我覺得都比較方便 你看就是要做這種唇風 邊邊角角要塗都很方便 這兩個顏色我覺得都很好看 不管你要單擦 或者是像我一樣這樣疊咬唇的效果 我覺得都很好 那今天主要呢就是開箱 我在look fantastic買的一些產品啦 完成今天的妝容 那其實在這個平台呢 不只只有賣彩妝品 連一些像是居家類別的 或者是保養的其實都有 像我有買了這一個 沐浴乳 這個沐浴乳 以及居家商分的部分 這個牌子應該大家不陌生吧 在1010裡面都會找得到 然後這個是擴香啊 這個是香氛蠟燭 我就在他們的網站上面有看到 而且價格也比較優惠一點 比台灣價格真的來的優惠 還有我買的這一個 最近台灣真的非常非常紅 來自希臘的品牌 這個Pivita的面膜 但是因為在台灣買的話 你就是一盒一盒買 可是我又不知道說哪一些我喜歡 哪一些適合我 那我就在他們網站上面有看到說 欸可以買這樣子兩路兩路兩路 一片的這一種 我就覺得說欸很方便 我就可以只挑我有興趣的下手 所以呢他們家的網站裡面賣的東西 真的不只就是彩妝品 連一些居家啊保養啊 還有很多東西都有 非常的多元 大家都可以上他們的網站呢 去看一下 那今天分享所有的東西 包含居家的跟面膜這些東西 我都有把品名跟連結放在資訊欄 大家如果想要找的話 就可以直接點過去看看 也不怕找不到 那還有提供給大家一些專屬的折扣嘛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點開資訊欄看喔 如果前面呢想參加抽獎的話 也不要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這支影片 然後分享這支影片到你的社群平台 Facebook或者是Instagram 以及底下留言就有機會可以 一兩位抽到這個眼影盤喔 如果還想看到更多的新品美妝 開箱直播旅遊 穿搭分享還有更多生活動態的話 記得去追蹤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喔 非常感謝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這支影片按個讚 有任何問題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點上面這個圈圈 以及開啟小鈴鐺 還有全部通知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